做法上我想第一個請各位自行在新增什麼新增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呢新增之後的話相關的條件我想前面都做過類似的 新增之後因為我是已經做好了所以我把它用管理的方法也可以進來 裡面的話就是106APP 然後放在桌面上 按儲存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們對於那個動態的比如說跟資料庫連結那個部分有關有興趣的話 因為資料庫就是你可以把一些資料放在遠端可以跟別人共同存取 那那個部分當然會更好 那這個地方就需要一個伺服器了 我們現在只有靜態的網站 那這個東西就我剛剛講的那個PHP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大家也可以 自己在在在學習 因為這東西實際上也是一個專業 如果你會的話 假如是文學院的學生會PHP 哇不得了 那真的是大家眼睛一亮了 OK 你說會很困難嗎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大概二年前那時候 其實剛開始 我也是非本科系的 不過因為我會了某些技能之後 發現我那時候還蠻搶手的 我把履歷PO到104的地方 結果我電話幾乎接不完 然後我上班之後很奇妙的 隔幾天又有另外一家公司一直打電話找我去面試 我說我已經有工作 他說沒關係你來 我們都可以配合你 中午時間也沒關係 我也不太想理他 後來 他好像是課長吧 後來我覺得可能錢太小了 後來他有個經理打電話來 我覺得好像 好像有點誠意了 後來協理親自打電話來 後來想這家公司沒有誠意 就去跟他面試一下好了 然後一看 原來不是小公司 還是一個外商公司 還一個得商公司 規模還不算太小 一看 還不錯 後來面試的時候蠻有趣的 因為是科長跟我面試 因為我會的東西比較稀一點 結果反而是我在面試他的感覺 他好緊張 我說你不用緊張沒關係 真的 那感覺很奇妙了 所以 後來 人事經理然後協理 協理就跟我講 你什麼時候 你哪一天要來上班 我說我 回去考慮看看 我直接就跟他這樣講 所以後來我想一想 好像還不錯 因為他的薪水 的確開得比較高 第一個 第二個他的環境真的是很優美 然後呢 再來就是蠻獨立的 什麼 就是說你需要的東西 電腦設備 他都完全提供給你 也不會管你 後來 進到那邊 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實務經驗 那因為 我是非本科系的 跟原來他本科系的 在一起 其實剛開始還是有點心虛 會覺得好像自己 很多東西不會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我下班之後 不會跟別人一樣 就回家 就是 可能去哪邊玩 我下班之後 只有兩個地方去 第一個地方 就圖書館 因為我覺得 好像很多東西都不會 因為有點心虛 所以去圖書館 第二個去的地方 就是書店 就這兩個地方 所以 第一個月 我大概每個月 我會花大概 至少五千塊的 這個錢 是花在買書上面 這樣子 我大概一年之後 我發現 我覺得 我應該已經 差不多了 感覺 已經有那個感覺了 那當然 也是個歷程 所以這邊 提供了各位參考 不是不可能 是說你要不要 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年輕嘛 反正 多的是時間 跟熱情 當然這是 重點 你必須要燃起你的 熱情 因為我發現 很多同學 對什麼事情都沒有熱情 當然就沒辦法了 OK 不過我覺得 之後的成果 是還蠻豐碩的 因為 其實說真的 你會這些東西之後 幾乎就無可取代了 因為 我發現 真的要找到 又有 文 就是人文背景的 然後呢 又懂 資訊相關的 這些專業的人 實在是屈指可數 然後又可以 悠遊在好幾個 在好幾個領域裡面 所以 慢慢發現 其實真的教學 是我一個 很有興趣的工作 其實說真的 你說 我為了要來 我也不是說真的來這邊賺錢的 其實來這邊感覺有點像 佛心 我覺得 你們需要一點支持 所以我 無條件支持 各位 其實我發現 看到別人更好 其實也是 很快樂的感覺 這個比你的 財富增加來的更 我覺得好像更有趣 因為你 即便你 財富再增加 你是個人的 可是你讓別人得到快樂 這種感覺 其實是很奇妙的 後來我發現 其實說真的 自己很富有 只是帳面上的數據 有些時候 你可以做更多 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 很特別的地方 我在台灣看到很多這種特色 就是 他是真心的為別人想 而不是只是說為自己 不是為了財富 OK 這個 這一點我覺得是值得很 很需要去 去思索的 因為現在 這個觀念上面慢慢 公立主義慢慢 比較興盛 不過 外界的世界 外界的世界改變 不因為 這樣子的改變力 所以不要忘了原來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不是因為我改變世界 而且 不是因為世界改變我 而是我慢慢 我覺得我可以改變世界 所以我有這種想法 所以才會做一點這種事情 越做越開心 即便這些事情做了 其實不一定會有 實質的收益 但是做得很快樂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提外話講太多了 所以有些同學也會說 老師你講的提外話很多 不過好像聽起來還不錯 OK 那我就 OK 這當然 另當別 OK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 網站給架設起來 儲存 再來的話呢 按下完成 好 再來的話要做什麼 接下來 第一步我們完成之後 接下來要做 就是 建立網頁的 這個已經做完了 我自己 秀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建立好之後的話 再來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檔案 檔案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HTML5 這個跟前面都一模一樣 按下建立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要選 記得選這個就可以了 其他不要亂動 記得選這個 按建立 這樣就完成了 那建立之後的話 如果你怕說你這個 就是做完 之後 忘記 那記得不要先存檔 我印象中好像你先存檔會產生錯誤 你就先做 做什麼呢 做插入那個頁面的動作 那記得就是 這個頁面記得要改成傳統的 然後這邊要改 切到JQuery Mobile 才有這個頁面 有些同學可能功能還找不到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把這個Body跟Body中間 放進五個頁面 因為會有一個首頁 加四個 需要的頁面 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雲端 白板上面的 雲端白板上面的完成畫面 這個邏輯上 我想你將來 你這個App 也可以參考 因為會有1234 這個就Page 1到4 這個首頁 做出來律師長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 放在Body跟Body中間 插入一個什麼的 頁面 然後這裡的話 記得它會出現這個 你按確定就可以了 按確定儲存 它會 JQuery Mobile 資料檢查會出現 如果將來 JQuery Mobile 沒有出現的話 可能就會沒有這個效果出來 還是網頁 按確定 然後第1個就是Home Home 特別注意Home裡面有沒有頁尾呢 有沒有頁首呢 特別注意看一下 基本上 它這個頁面 有頁首 在上面 有沒有頁尾呢 有頁尾 也就是說呢 我們上個練習是 把這個NetBar 放在哪裡呢 放在頁首上面 這一題是把 NetBar 放在頁尾 那其實很多App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常 下載那個新聞類的 或者是一些 那個下方也會有個Bar 有沒有 就是你捲動 即便看文章 怎麼捲動 它一直都 卡在那個地方 固定在那個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NetBar 而且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頁尾的位置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要什麼 要有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也都會有 所以這一題特別注意 我們要產生的 上一題是只有頁首 沒有頁尾 那這一題記得 都有 有頁首也有頁尾 所以按一個確定 產生一個Home 再來的話 就是點下面 特別注意不要點錯位置 再插入 Page 1 也是頁首跟頁尾 再來是Page 2 依次類推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頁面 產生 有 1 到 4的 頁首跟頁尾 的一個 頁面 然後呢 我們就 完成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再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的話 存檔名稱也要記住 就是說 OK做完 好 這5個頁面了 然後記得怎樣 再把它儲存 名稱的話呢 就叫index.htm 那我這邊有一個舊的 我就用這個名稱來改 會比較快 index.htm 好了 我們用 有L的 OK 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 檔案就出現了 再來就是分別把 可以放的東西 先放過來 因為在這邊有個什麼 綠島機場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放在 Page 1的那個 上面 然後 這個第2 第1個第2個 總共有4個 那就分別把它貼上去好了 再來我們等一下 再分別完成這些頁面 做出來的效果 希望能夠看到像 我們完成畫面上面看到的首頁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上面有個Home 跟一個 向下向下頁的這個切換效果 至於顏色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改變 這個地方不是一個死板板的一個 OK 這裡的話 我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 等一下 再來看後面的相關的部分 我們要加熱的 這一個問題 這一個問題 如果等於 這是蛋壞的 我們要加熱的 我們要加熱